刚在一起的时候 我觉得她很阳光 很幽默 但是相处久了 我发现我们两个有太多的问题 我已经事事都迁就她了 可是她对我还是不满意 我真的不知道她想怎么样了 听得有大概好 女生在这段情感当中 觉得比较屈辱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一队吧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程 28岁来自河南培训师 女嘉宾小丽 26岁同样来自河南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今天是谁要来 是你是吗 不是 是我要来 干嘛呀 分手啊 你确定是来分手的吗 因为她太自私自利了 不以大击为重 期末考试的时候 她连复义资料都不让我整理 我当时自己也有考试 我自己也很忙 我都忙不过来 她让我给她整理复义资料 等一下啊 我现在有点晕火 你28岁对吧 对 你指的这个考试是指什么时候啊 是我上学的时候 你们俩是同学 我是她学长 我们是一个学校 一个专业的 你是学长 对 那你们俩谈恋爱谈多久了 谈了四五年了 四五年了 怎么大学复习资料的事 还拿来说呢 我很好奇 我一直以为你们刚毕业 怎么了兄弟 主要是事情太多了 我要从头说 好好好 从头说 从头说 这是委屈了多少年呢 就今天一定要喷发 对对对 然后呢 她还一直迭迭复修 总是找借口 说自己很忙 我怎么不忙 你当时要考试的时候 我也是要考试 我也要准备自己的资料 而且那个学期 我成绩表现得不错 我还拿到了学校的奖学金 然后我拿着奖学金 我特别地开心 我想跟她一起去分享一下 去庆祝一下 结果她呢 正常人的表现 都应该是去鼓励你 去奖励你一些东西 但是她不但没有去奖励我 反而就是说我在抱怨 我没有帮助她 那个学期我不及格好不好 这是你想要的目的吗 再说你学期这么好有什么用 还不是要嫁给我吗 哎呀 这个哥们这逻辑非常有意思 你学期这么好有什么用 长大了还是要嫁给我的 这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那往下说往下说 我觉得女人 就应该听男人的话 她太多意见太顺了 而且她特别地懒 平时时候家务也不多 然后早餐也不多 然后都是去买 我都已经非常用心 我又不是厨师 我每天就因为给你准备早餐 然后我最起码就要少睡四十多分钟 然后去菜场 去给她买这些东西 我觉得我已经非常用心在做了 可是她都看不到眼里 我想要的什么呀 你不知道吗 就我在鸡蛋上嗑个笑脸 你不知道吗 那你呢 你做了什么东西 那东西在菜场都可以买到 买到不能吃吗 那用心了吗 你不是用心做吗 你说这个你其他家伙呢 你难道不会考虑我 你心里面你难道没有我 你都不会问问我累不累 我休息好了吗 不啥叫鸡蛋上做个笑脸 他就是喜欢那种 让我给他做一个精心的早餐 比如就跟电视剧里演的一样 上面摆个笑脸啊什么的 他就觉得那样子才叫用心 你这么矫情干嘛呀 因为我朋友很多人 他女朋友都是这样做的 你他家伙呢 你其他家伙做了吗 我每次衣服都 在那一大落你都不知道洗 地板你知道脱了吗 上面一层灰 连管都不会洗 还是我手把手教你的 我是你的女朋友 我不是你的保姆 我为什么要做一些这样的家务活 你总是要求我每天都去做这些事情 可是你从来都没有关心过我累不累 人家都非常心疼自己的女友 都觉得你的手不要再粗糙了 然后不要做那么多家务了 可是你呢 你总是说 你今天必须把地给脱了 你明天必须把衣服给洗了 你总是要求这么多 我已经去尽力地满足你的要求了 我也是家里面的掌声明珠 为什么跟了你以后 反倒就这么多要求 这么多事呢 我不管怎么做 你都看不到眼里 女人就应该做家务活吗 你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男人该做什么 女人该做家务 男人该做 男人应该挣钱啊 养活女人啊 他是不是特能挣 也不是 你们俩谁挣的钱多 都差不多 谁稍微多一点 因为我现在开工作室嘛 你挣的多 可能是有时候多 有时候我少 上个月谁挣的多 上个月我挣的多 男人不是挣钱的吗 怎么还没人挣的多呀 他挣钱有什么用 他对对对 他挣多有什么用 还不是要嫁给我 哎呀 图里在家里也是这样说话 你看那个台词反应 马上就出来 他挣钱还不是要嫁给我 他然后没